海军论坛盛大登场 中国21号到24号 举行第十九届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共有29国海军代表参加 值得关注的是 本届会议首度讨论 如何避免海上无人机碰撞等规范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美菲两国也在南海 举行联合军演 菲律宾国安顾问 在军演登场之前 还特别否定前总统杜特蒂 跟北京当局 多年前做出南海军子协定 因为这份协定有违国家利益 多国代表抵达中国山东青岛 参加第十九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出席的代表 不乏正在和中国针锋相对的国家 这次会议主题名为 命运与共的海洋 会上将讨论并表决论谈章程 海上相遇意外规则 以及灾害应变指南的议题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在去年美中船舰多次近距离接触下 被批评为效能不足 因此各国讨论海军相遇时如何避免演变成冲突的规则相当重要 另外也会讨论各国的海军无人机碰撞的防御机制 在论坛展开的同时 中国海军也在庆祝建军75周年举办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而美国与菲律宾在22日展开 肩并肩海军联合军演 军事评论专家认为 这次的军演将设成能达1800公里的 太风导弹发射系统 部署在菲律宾 剑指中国意图明显 而这也是肩并肩 举办三十多年来 首次军演的范围超出菲律宾领害 在南海议题上 菲律宾与中国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君子协定 双方最近也吵得不可开笑 造成仁爱交当前局势的原因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一是非方违背承诺 拒不拖走仁爱交非法坐摊的军舰 二是矢口否认杜特尔特政府时期 同中方达成的君子协定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近日表示不知道杜特地政府与中方 有口头上的君子协定后 前总统杜特地公开承认 他的确有向习近平口头承诺过 不会修建仁爱交军舰 但否认有让出领土 不过菲律宾国安顾问二十日表示 现在政府不清楚 之前政府与中国的君子协定 而且就算有过 现在也已经失效了 华文新闻方言之组合报道 卡达总理宣布要重新评估 自己在调解以哈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 现在土耳其有意接替卡达角色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20号 跟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会面 就讨论到巴勒斯坦和平问题 而原本哈马斯就曾经释放的消息 如果能够以1967年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话 哈马斯愿意解散整个武装组织 改为政党专注政治活动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税林组织内部高层 二十日来到了伊斯坦堡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和外交部长费丹碰面 双方除了讨论如何救助 加萨走廊目前的人道危机外 也讨论了如何在公平的前提下 达成巴勒斯坦长期的和平 在上次以哈谈判破局后 负责调停的卡达震怒 总理在17日表示 谈判中的一些人为了追逐短浅的私利利用了卡达 所以他们正在重新评估 自己在调停中扮演的角色 因此埃尔段和哈尼亚会面 被外界视为是土耳其 有意接续卡达 成为新任调停方的动作 土耳其为了施压 以色列停火 限制了多项产品出口至以色列 埃尔段也称哈马斯是合法的反抗组织 而土国外长费丹更在之前表示 哈马斯曾向土国声称 如果巴勒斯坦能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建国 那么哈马斯愿意放弃解放武装分布 来专注于投入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 但有中东专家认为 土耳其并不受以色列欢迎 作为双方的调情人 只能发挥很有限的功效 而新闻发言只是综合报道 消息就指出 美国将在几天之内宣布对 以色列的国防军 较极端的犹太勇横营来实施制裁 因为部队涉嫌在约旦河西岸侵犯人权 但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态 坚决反对美国制裁 情况危急 医护人员忙进忙出 这些保温箱里的宝宝们 都是战火下的幸存者 以军深夜再度攻击 加萨走廊南部城市拉法 造成众多死伤 死者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 医护人员和死神抢时间 为兵死的巴勒斯坦孕妇 紧急破妇 救出了差点跟着妈妈一起走的女婴 加萨犹如人间炼狱 但是以色列还是坚定进攻 坚称是正义行为 要解救自家人质 我会抵护我们的脑子 在我们的战略 和我们的战略 如果谁觉得 能够抵抵抗争的禁销 我会抵抗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如我们的战略 是必须抵抵抗我们 在身上的战略 我们必须抵抗他们 在身上的战略 纳坦雅胡誓言加大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 确保被扣押的以国人之祸事 以色列的军事态度非常强硬 似乎与一直以来的盟友美国出现矛盾 有美媒引述消息称 美国将在几天内宣布对以色列国防军的犹太永恒营实施制裁 因为该部队涉嫌在约旦河西岸侵犯人权已久 引发以国不满 纳坦雅胡表态称坚决反对 强调以色列正在与恐怖主义的恶魔争斗 这种时候制裁以色列无疑是荒谬且不道德的 部分以国民众认为是纳坦雅胡过分强硬 引发诸多混乱 因而愤怒上街抗议 好几千名抗议民众在特拉维夫示威 同时呼吁提前选举 要求政府采取更多行动 随着以哈战争迈入第七个月 仍有133名以色列人质 生死不明无法获释 人们对以色列政府的处理态度日益不满 环宇新闻吴光辰综合报导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 是牵动了地区动荡 也让全球市场都受到影响 而印尼顿也随着市场不稳而走软 写下了四年新低 在印尼长期经营的台商们都表示 印尼顿的大扁 让内外销事业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中东战争不断扩大 再加上油价上涨 美元需求增加 导致印尼顿走软 跌破一美元兑 一万六千至一万六千 两百一十八顿之间 创下四年来的新低 同时在亚洲也造成了多国的货币跌幅 由于伊朗和以色列冲突 亚洲货币 菲律宾皮索 越南顿 印尼顿 普遍走低 对印尼的经济 不论是内外销都受到影响 当然美元持续的走高 造成印尼内销市场疲软 外销市场更是缺乏竞争力 印尼央行表示 正采取措施维持外汇市场 供需平衡来稳定货币 印尼顿走软 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 厂还外债 再加上油价上涨 资金外流 使得对美元的需求增加 当局应制定货币的新的政策 来稳定市场 若内控不当 可能会再次重演 九七年的金融风暴 环宇新闻赋予 在雅加达采访报道 微服部前部长陈时中 竞选台北市长失利之后 一直非常的低调 不过最近他传出他有新工作了 将成为下一届行政院政务委员 任何人比如说你买贵 然后说是贪污 我相信这种在逻题上是讲不通的 这是一个恶意污蔑 上个月针对疫苗采购案出庭 和国民党立委徐巧新隔空护杠 如今传出陈时中要有新工作了 520之后要入阁接下政务委员 被视为蔡英文背后的四个男人之一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确定留任 卫补部前部长陈时中为新任政委 国发会主委刘静钦 国科会主委吴承文 公共工程会主委陈经德 分别兼任政委 他对于医疗公共卫生相关的政策 是非常的熟人 他是我们正式工作的人格者 他明明知道陈时中的丑分子这么高 社会对他这么反感 某种程度也是对新任的卫补部长邱太元的一个不信任 国民党K3 陈时中接政委 是赖清德对准卫补部长邱太元的不信任 还是依循选举选输反而再升官的传统 卫补部长已经确定是邱太元医师 督导卫补部的政委却还是由陈时中担任 那未来的医事政策到底是邱太元主导 还是听陈时中的 不仅陈时中颇有争议 准公共工程会主委陈经德 过去担任公职期间 还同时经营民宿遭到监察院弹劾 也被认为不适任 工程这个部分相当程度是有钱在发包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新潮流要守着是有道理的 赖清德他不能去碰那些事情 赖清德称要打造AI内阁 争议还是不少 就看防疫英雄离开卫福部 还能不能替赖政府拆弹 欢迎新闻科冠城 但全华在台北采访报导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 今天是继续审查民进党团提出的 国会改革修正法案 不过才开会五分钟之后 国民党立委们就质疑 民进党籍招委钟嘉宾 在18号主持会议时 离场166分钟 让意识空转 两党总招傅宽奇跟柯建民 更因此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傅宽奇大呛柯建民 有病就送医治疗 民进党在多数的时候 就不跟你讲意识规则 所以民进党的所谓的意识规则 只有一句话啦 民进党说了算的意识规则啦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 一早就泡声隆隆 由于上周民进党招委 钟嘉宾在排案审查时 让会议进入休息 长达三小时 来绿第一步检 互控对方有意 瘫痪意识 周杰很周杰啊 最沉拉可以了沉拉 只有你们都导狗为音嘛 你就不能让开会嘛 我想柯总招啊 有点时空的错乱 全民的生命都被他见到的脚下 还有脸在这里讲民主 一般都就讲了一句话 只无始至于让我们的国会 难保第二次准 三一八一这样不会再结局 柯总招啊 你真的疯了 你真的疯了 I'm watching you 你真的疯了 没有的话 待会儿我帮你送医院 治疗一下 眼看傅坤齐 柯建民爆发激烈 口角中嘉宾频频频提醒缓加 但人敌不过国民党 想以人数优势提出散会动议 没线嘛 这边叫是叫 好 正的六人请放下 反对者请举手 礼罢要有 那边叫是叫 那个只有本会委员 最前总会喜事连连的 好 谢谢人家跟大家道歉 我们没有开会 蓝白侠人出优势将会议一次轰平 国会改革法案朝野继续角力 会议新闻陈师兄柯主营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北台湾频频停电 让民众是骂翻了 而台电总经理王耀廷 本来是宣布轻辞扛起责任 但是他今天亲上火线 宣布他不辞了 接受未留 更怒向批评的人是酸民 而谈到台电同仁的辛苦 他甚至还一度哽咽 但是民众显然不买单 怒批王耀廷在作秀 他才是带风向的人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 亲自上火线 原本为了停电要请辞负责 不过最后决定不辞了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 坐这个位置 没有人可以决定这个问题 桃园地区的停电 就是最末端的 这一万多条 其中一条或两条的故障 而往往这个部分 都被扭曲为缺电能源政策错误 王耀廷态度很强硬 强到台湾没有缺电 停电是设备问题 更对酸民宣战 我非常厌恶台电 被当成政治工具在操作 当然台电要道歉 因为我们没有维护好线路 我要道歉 但是拜托不要让我天天道歉 好不好 把批评台电的民众 都归类为酸民 甚至一度难过哽咽 晚上九点多 是我那一天的第一名唱 我看到这个哈哈哈哈三个字 很难过 记者会上呛批评的人 是酸民又打悲情牌 不过民众显然不买账 网络上更是骂翻天 肯拼王耀廷是在演戏啦 说他演够了 还有其他人说 记者会怎么就变成 开始检讨民众 王耀廷是初来带风向的 简直是情乐大会 连续几天停电台电 没有自己检讨 却检讨被停电的民众 这场记者会恐怕 只会让人越听越火大 欢迎新闻成明恩周晨辉 刘北摇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因为大姑夫妻设诈骗案 最近风波不断 甚至穿搭也被外界放大检视 不过面对最近的风风雨雨 徐巧新呛说 他是天蝎座 A型属蛇 月亮星座是狮子座 是最不好惹的 每一笔账 他都会好好记录下来 而网红四叉猫也大喊 自己也是天蝎座A型 这也让网友一片歪楼 开始讨论天蝎这个星座 每一笔账我都会记起来 我就是天蝎座 A型属蛇 月亮星座是狮子座 最不好惹的 天蝎座 所以他们你看 很像工程一样 工了一个礼拜 大家自己想想 他们工下什么了 没有 一一点出自己特质 就是这么不好惹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因为大姑夫妻 涉入洗钱案 最近传达精品 被外界放大检视 遭到队营清晨蒙工 这段反呛发言 让网友歪楼到底天蝎座 是不是真的爱记仇 每天都遇到 就觉得天蝎座跟处女座 可能比较难相处 不好顺他们的心吧 就很容易可能会 就生气还是怎么样 我女朋友是天蝎座 很棒 是因为是女朋友的关系吗 对对对 在谋略方面 就是蛮有一手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天蝎座的人 可能难搞之类的 因为它各有优点嘛 网红四叉包也发文跟风 自己也是天蝎座 A型偷酸徐巧星 但其实天蝎和狮子座 一直都是政治人物的热门星座 像是民众党科文者 和战神黄国昌 不过星座专家也强调了 各星座还是因人而异 天蝎座的 它的意志力是最强的 如果今天你成为它的敌人 它会锁定你十年都可能 是强势星座 第一个白羊座 第二个就是狮子座 第三个就是天蝎座 第四个就是摩羯座 它就占了两个 它是非常强中之强 而且它很固执 曹星风暴在网路上意外 带出新潮流 虽然星座是见仁见智 但也让天蝎座A型 冲上热搜榜 我生存在政坛的一天 所有的事情 我就会记录的一清二楚 好 再来看到台电总经理 王耀廷 青上火线开记者会 宣布接受胃流 但是停电到底谁该负责呢 蓝绿立委也隔空互呛了 绿营为王耀廷抱不平 但是在野党则是把矛头对准了蔡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 企业界则是呼吁赶快找出电力问题的症结点 不是谁离不离职的问题 我们绝对挺台电 我们绝对挺王总经理 决策者你站出来告诉我们 你的能源政策出入导致一连串的辛苦 被台湾频频跳电该谁负责 蓝绿立委隔空对抢 这并不是因为缺电 也不是因为能源政策的问题 这就是因为设备上面一些局部 可能意外上面的故障 还要叫415一样吗 告诉我们不缺电 就是去民间买电 这一次415 又要花人民在纳税前将近2500万 民进党说是设备问题 国民党把矛头对准能源政策 虽然停电责任不该由台电一肩扛下 但是台电总经理王耀廷 抱怨台湾人只想要金源厂 不要发电厂 这说法企业界很难认同 合电的问题又重新会被炒出来 那我也是觉得说应该目前来讲 它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问题 不能够说用金源厂来谈到说 这个电力就是因为这样而减少 眼看夏季用电高峰就要来临 不管总经理迟不迟 企业界更担心的是 能不能确保不会再停电 要这样去了解的是 这个电力人身 它的症结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会比较重要 现在不是总经理理不理止的问题 我们不是说平白无故要来担心 我们只是说 要讲的有一个道理出来 不管谁为停电负责 就是希望别再停电 否则最后吃亏的还是民众跟企业 欢迎新闻张祥宇谢爱全台北采访报道 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最近被爆料 从美国带回超过20瓶丝酒 却疑似要求免查验 外交部痛批这是任之作战 而财政部也澄清一切依法办理 只是国民导立委认为 外交官的申报规定跟普通国民相同 前外交官也说了外交人员回国没想什么特权 执疑这中间有问题 但律伪反驳一切都如实审报 大家好 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日前返回美国将驻美时期的家当打包 不过网络上却传出他从美国带回超过20瓶总共15.1公升的酒 却疑似耍特权要求免查验 根据网络流传的公文显示 外交部协助萧美琴行文给财政部 希望可以准与免办理进口酒类卫生查验 而财政部也回文准许并提醒 本案进口酒品不得挪为营业用 然而外交部就痛批一切依照规定办理 更质疑爆料者在搞认知作战 律伟强调一切依法申报 财政部也颁出法条澄清 强调依照关税法第49条第一项第三款 政府派驻国外机构人员任满调毁 携带自用物品依法可同意 免取烟酒进口业许可执照 也不用办理卫生查验 但看在退休外交官眼中有貌腻 对于外交人员有外交的礼遇 对于一般的民众有他一定的免税的额度 充满了政治操作的意涵 肖美琴准备总统目前没有任何申报的记录 肖美琴依照规定申报却引发在野党批评 是认知作战还是小题大做 民众心中自有公平 欢迎新闻吴志仁送据李顶强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接下来这个情况到底是情搜还是真的科考呢 汉光40号电脑兵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不过中国的科考船向阳红6号 被发现出现在花莲外海 对方声称他们是在做水文研究 但专家怀疑不单纯会不会有军事目的 可能是在研究花冬的水下情况 然后提供给共军潜舰作战来使用 所以现在就建议军方跟海巡单位 一旦有国安疑虑可以依法驱离 从冬参议文下个月就要卸任 趁着520之前到国防安全研究院视察 传闻中的下一任国防部长顾立雄也紧紧跟随 连岸情势持续紧张 更需要国防智库研判共军的一举一动 尤其此刻正上演汉光40号兵推 中国却派出科考船疑似来刺探情资 向阳红6号科考船则携带了观测无人机 水下滑翔机 就是这艘名为向阳红6号的科考船 趁着汉光兵推19号登场 21号傍晚就出现在花莲外海 24里林街区之外 由南向北航行 我国海巡严密监控 对方声称只是做水文研究 然而专家认为动机不单纯 看看向阳红系列科考船的用途 通常可以执行电子情报收集 还有高精密海水测绘 而这些水文资料都可以提供 潜见生纳来使用 中国搜集台湾周遭海空域情资 企图不言而喻 国军应该想办法反制 把国安疑虑降到最低 欢迎新闻 无志愿李鼎强台北采访报道 家长要多留意了 肠病毒疫情持续上升 疾管署事情这个礼拜可能会进入流行期 全台4月单周 常病毒就医人数超过了9000人 创下近10年以来的同期最高 有医师就推测 今年天气太热 可能导致常病毒提早爆发 而且在新冠肺炎之后 幼童几乎没有一般病毒的抵抗力 今年恐怕就会大流行 周一一早 看诊人潮 急爆小儿科 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看医生 最近气温升高 肠病毒疫情也升温 这几天其实我们就已经发现 有很多小朋友的家属 带过来看 其实是肠病毒这样的诊断 然后甚至在学校里面 他们不是第一例 这个比例 我有很明显的感受到在增加当中 今年热得早 可能是导致疫情提早爆发的原因 加上新冠疫情后 小小孩免疫负债 根据机关书统计 4月7号到13号 肠病毒门急诊就诊人次9256人 创下近10年同期最高 而且这周恐怕就会达到 流行警戒值1.1万人 甚至连容易引发重症的71型 都卷土重来 酒精效果很差 理院上比较好的方式 其实还是要用漂白水 然后因为小朋友 比方说你那种人口密集聚集处 比方说学校幼儿语 如果家里要清洁的话 我们也建议要泡漂白水 超100cc 超一个养乐多这样子的一个量 然后泡在那个宝特兵 宝特兵是125 酒精杀不死 肠病毒 只能靠清洗手 漂白水 消毒环境 更建议家长赶在流行高峰前 带孩子打疫苗 才能避免病毒威胁 怀宇新闻 吴荣宇林伯和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导 台岗雄英以及中信兄弟 在澄清湖棒球场开打 不过有意外插曲 台岗雄英总教练 宏一中自曝 要开车离场时 停车场铁门 只是没有打开 无法通行 直到他自己抓狂 垂门才有人来帮忙 消息一出 高雄运发局 也决定要撤换球场主任 面对记者喊话白色休旅车上 台岗雄英对总教练 宏一中快速驱车离去 会这么气 不是没有原因 宏一中自曝20号 台岗雄英在 澄清湖棒球场 大战中信兄弟 开车离场时 停车场铁门 迟迟无法打开 苦等10分钟后 直到他用手狂锤门 才有人出面协助 市府跟联盟之间沟通 真的要多加油 你好歹要尊重千倍吧 消息一爆出 高雄市运发局二度发出声明 在21号晚上立刻开闸 现场的管理 还有跟球团的沟通 确实有舒适 所以我们针对球场的主管 做出测换的决定 那我们也会跟球团 还有联盟讨论 未来能够把管理油化 不过有网友在爆料公式上 爆料认为 陈清湖球场主任 被拔关太无辜 秀出双方对话截图 表示老早就告知 离场只有大约半小时 还请大家务必配合 而当天8点15分 就有球队人员 打给厂方说 半小时后就可以关门 保存8点47分 将铁门关下后 总教练就被关在停车场了 而台阳熊英球团 事后也表示 会加强与市府沟通 如今更多证据陆续出现 谁是谁非 恐怕只有当事人 心里最清楚 欢迎新闻 林维凯 造成了溃线跳脱 天天当下民众拍下 小人果整个园区 游乐设施瞬间停摆 原本应该闪烁 凄惨灯泡的旋转木马 同样也死气沉沉 22号中午小人果整个园区大停电 当下园方立刻启动 紧急备用电力 大约五分钟后就陆续恢复电力 索性没有人因此受困 而这次跳电影响的不只有小人果 附近的横钢下 铜锣圈段 浮原路等一带 共687户夜停电 台电也证实这次跳电原因 就是因为台电承缆伤修减树木 宿主误触高压线路 导致溃线跳脱 在事故发生后 7分钟内都已经全数复电 台电第一线的工作同仁 都会积极地维护供电品质 排除供电障碍 对于事故停电 台电深感抱歉 也请民众给予体谅支持 如果尚未错误的能源政策 不有所改动的话 我想换再多的台电的干部 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重点不是台电的总经理 要不要留任 桃圆跳电记录再加一 或许现在有稳定电源 对桃圆居民来说 可能也变成十二尺其望 欢迎新闻 陈明晏 杨阁 中品达 桃圆前报道 桃圆市近年是积极增设 宠物友善公园 预计今年可以达到三十座 但是才宣布启用的中立过岭 宠物友善征区 入口铁门无法正常闭合 而且园区杂草重生宛如工地 市府坦言是因为才生态工法 403花联大地震造成位移 并没有安全一律 但目前决定封闭修缮 预计今天能够整修完成 会再检视是否能够启用开放 宠物公园里狗狗开心嬉戏 尽情在路上奔跑 桃圆近年积极增设宠物友善公园 但桃圆中立过邻宠物友善专区 3月29日验收完成 才刚宣布启用 仔细一看 入口铁门根本无法正常闭合 草皮种植不均匀 也没有任何设施 杂草丛生宛如工地 市府的验收标准在哪里 引发民众质疑 桃圆猫狗数量登记近25万只 目前共有24座宠物公园 预计今年可达30座 市府希望能打造桃圆 成为全台最多宠物公园的县市 不过是否为了达成政绩 而忘了要顾及品质 现场我还遇到宠物四主 询问是否尚未完工 市府坦言 公园是生态保育区 采生态工法 403花联大地震后造成位移 将在重新检修后 尽快恢复开放 欢迎新闻 陈明彦 杨阁 王悠阳 桃圆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